好看現在在外面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你可以跟他講等一下調糖的工具是哪一個 然後待會我們吃的時候 就這樣調酥 然後他那個顏色吃進去之後才開始做 那這個粉是什麼粉 這個粉的話就是酸 檸檬春 可以直接吃嗎 大概要攪多久 就是我們香菁倒下去之後啊 然後他就會開始冒煙 然後我們就是至少要攪到他那個煙都停止 就好 然後他都追你的半路 好我們留桶子留一點點可以引力來倒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齁 好大家小心一點齁 不要靠進一個桶子 現在的溫度有160度這麼高溫 所以那現在 好我們現在來開始教他下一個步驟 像你覺得要一倒入那個糖上面的時候 其實如果馬上攪拌的話他會噴漸的到處都是 所以其實我們會稍微停止一下 讓他跟那個溫度相融合 然後才開始攪拌 然後才開始攪拌 太吃酸的人就加多一點點 好那我們要上一個金剛大剪刀了 你要來剪糖果喔 要把糖剪開來 要拿大絲的來剪 要拿大絲的來剪 很難剪嗎 有點硬 有點硬 那有燙嗎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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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完了之後要 剪完之後要還 好在桌上溶的時候 應該就有感覺到溫度了吧 他現在會有一點黏度在 所以就是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這邊 那個再拉一下 再拉圈而已 好要轉上 爽一下又回黃一下 這邊 就是 好 就回黃一下 好不然我們就這樣子 因為他甩拿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所以我們就 每甩 每甩一次就看一台相機好了 啊 鞋死了 對 我 我 可是我記得甩拿不是會甩到變成是白色的嗎 現在還不夠 現在還不夠 然後現在可以下一個步驟就是混色 好下一個步驟是混色 好我們來這樣 好嗎 好嗎 到這邊 這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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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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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